噁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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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噁又回到我們的苗咪打 圖鑑時間來 那今天晚上5點半的時候是終於好不好 把我們魔戒篇給他打完了啦 所以今天的話呢 為了要有紀念哦 所以我們就來重新看一次 我們這個惡魔族魔戒篇的 這些敵人的一些故事好不好 那基本上應該還有一些問號是在 我們就是接下來要挑戰的那個 大災難的時 呃大災難的開始這邊的東西哦 所以應該也會 沒有辦法就是那個看到完全的 而且現在還有這個女王的研究報告哦 38分鐘哎 這是迫使我待會要來多錄一下這個 關卡 而且他這是只能通關一次的樣子哦 只能通關一次的樣子哦哦 好這個我們再找時間再打給大家看 好我們今天先來看一下 複習一下我們的惡魔族的這個敵人的圖鑑 好不好這個哦 像大家最近剛看完哲兵打完應該也是 哇有點就是覺得這些敵人真的是 做的非常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覺得他設計的是非常非常有趣哦 雖然有一些真的是 煩到一個炸裂但是真的是很有趣 尤其是一些那個 惡魔族護盾的角色那真的是比較 偏凡人的概念哦 但是我覺得真的 一切設定的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如果還沒打完魔戒篇 或是你是新手的話呢哎 都可以那個 都可以好好的那個好不好 好好來體驗一波了啊 好 好那今天要來看一下啊 我們這邊這個惡魔族的這個小敵人 惡魔狗仔哥其實非常非常麻煩 因為他護盾如果在後面的關卡來說 打起來也是非常非常痛苦 因為他會一直借護盾 然後一直就是起力再回來嗎 那其實如果沒有第一時間把他給打死的話 真的是很不舒服哦 高中時放蕩不積離家出走 獲得了惡魔力量狗仔的哥哥好不好 在家族一族中被視為背叛者 其實偷偷寄錢工地底報名學策用哦 他是狗仔的哥哥好不好 其實是一個是一個好哥哥 因為他有偷偷寄錢 我覺得就是壞人啊 基本上他還是可能有一些壞人 就是他雖然壞 但是他其實對自己的家人啊 還是非常非常的好哦 所以他可能在某種人的面前他是壞人 但是其實在家人面前 他還是一個好人這樣的概念 好這是我們的惡魔的狗仔哥 這惡魔狗仔 這是狗仔的哥哥哦沒問題 下一隻是這個惡魔牛牛蛇 惡魔哦這個比較麻煩 就是因為打死他有一半的機率啊 有機率會變成就是我們那個 恐怖的那個獵坡好不好 所以這個惡魔牛牛蛇也是頂麻煩的哦 有著下士冒著 藍色火焰的蛇的形狀的蛇 在生命快結束時的瞬間 有時候有發射獵坡的習性哦 不擅長水 但這個資訊對遊戲攻略沒有辦法幫助 沒有任何幫助 所以可以不用記住 啊如果真的是 被水打到會有一些特殊的額外效果 的話這其實蠻爽的 因為我們有那個 夏季的一堆角色 那如果用那些夏季的角色來打的話 哎 搞不好就有一點機會 也可以打出一些不錯的成績哦 這個應該如果之前用起來的話 應該也是蠻有趣的哦 好下面是我們這個 惡魔三兄弟惡魔 看到網路廣告 募集惡魔報名後結成的三人組哦 從左邊起分別是名為提亞布羅巴爾 跟那個 與 莫菲斯托德四弟惡魔三兄弟 三人來到大都市前 以身為紅色點為名哦 所以他們原本是紅色點 但是現在變成惡魔組了這樣子 嘿是蠻可愛的一個設定啊 惡魔三兄弟也沒有問題 然後在下面一位 是我們這個 惡魔企鵝大哥 惡魔組的以電影無眠海邊的企鵝走紅的演員哦 為配合戲中不易入睡體質角色 而以惡魔契約並使 以惡魔契約 並使用了首次契約獲得紅利點數 來死頭上也可以發射出 光線攻擊 他原本是那個 為了配合演戲中那個 不易入睡體質的角色有沒有 然後跟惡魔簽訂的契約 就是簽訂的就是那個 不易入睡這個體質 然後簽完紀錄的紅利點數拿去晃的這個 頭上的這個發射激光的光線攻擊哦 這次也是蠻麻煩的角色 因為他死掉的時候一樣會有那個 烈波攻擊 然後再加上就是 他的攻擊速度非常非常非常快哦 那好處就是他的那個 他沒有惡魔護盾 這個是比較 值得開心的 我跟你講如果打最後一關那個 破壞神那一關 如果他還有惡魔護盾的話哦 那真的是極度難打好不好 因為熊熊再加上他再加上那個破壞神 對我惡魔護盾 然後真的是要求到一個爆炸 好不好 要求到一個爆炸 好 再來是個 惡魔大猩猩 惡魔 因為面貌凶狠 被惡魔發掘的大猩猩 本以為是天子哦 但卻因為 違規營業問題導致失職 最近重心轉移 一致直播主希望借此成名好不好 這是 呵呵 想要當那個直播主的猩猩 這也是蠻好笑的一個設定哦 因為面貌凶惡好不好 他沒 我覺得猩猩在這個遊戲 真的是被霸凌的 就是因為都長得太兇了 所以就很容易就被別人誤會 誤解這樣子好不好 但是他是 唯一一個轉職當那個實況主的好不好 跟哲平是同行啦 請大家多多支持他 如果看到惡魔大猩猩在開台的時候 請給他支持 我在想我知道要不要做一個VP 我就跟別人委託一個VP 然後我的VP是惡魔大猩猩有沒有 最近重心轉移至直播主 希望借此成名 我就變成這個惡魔大猩猩的那個VTuber 然後去看一下能不能因此成名 然後這樣也是蠻有趣的對不對 超白痴 好下面一位 這是我們的惡魔的澎湃好不好 惡魔澎湃 澎湃一組啊 基本上都是那個色色一組啊 都是色色一組色色一組 可以色色這樣子 惡魔組為了換取一張清涼罩 而出賣了自己靈魂給惡魔的邪惡大象好不好 這也蠻有趣的 為了保護慾望之下累積的收藏品 因此以強刃的惡魔盾防禦者好不好 所以他基本上也是有惡魔盾的一個 惡魔角色 因為他要防禦了他那個色色的收藏品 超白痴 哈哈哈真的是超白痴 好下面一位 惡魔熊熊閣下惡魔 火藥在惡魔界的精英外交官 上殘帶有微笑的強力握手 與有著超強的談判口才哦 喜歡的像鋪技法是惡魔拋摔哦 他會拋摔嗎 他都是用巴掌打人吧 這隻也是很麻煩 因為他死掉的話是百分之百觸發那個哦 契爾好像也是哎 就是百分之百觸發烈波 然後那個烈波的話 再試這個好不好 這個是靈角好不好 哎很久沒有吃靈角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靈角 靈角其實還蠻好吃的 哈哈哈 魔我王惡魔 只是一個自稱連接 靜都很難的魔界最強惡魔的頭 很大惹人厭者好不好 有一份由惡魔研究家調查出的報告指出 這可能是生活在魔界的病菌啊 他是一個病菌這樣的概念 哈哈哈 魔我王啊 沒有問題 這是我的魔我王哎 靈角好不好 那他的話也是頂麻煩的 因為他好像會打出那個波動的 波動的效果的傷害好不好 所以波動打出來的話也是頂麻煩的 然後還會有一個暫停的效果 我記得他好像也會讓人家暫停哦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魔我王好不好 靈角好不好 靈角 這很像那個細菌人有沒有 小丑那種細菌人這樣概念 好下面一位 這是我們的神官馬魔好不好 惡魔 那他基本上有另外的型態就是拿那個 血眼珍珠的 血眼珍珠的那一隻的話 他有毒擊效果 非常非常噁心哦 那這次原本是在那個 就是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火山那個邊開始啊 火山山脈啊 那邊的話 基本上一開始那個boss 然後他是沒有拿那個魔眼的 然後月球拿魔眼之後就毒擊效果 這種各種啪啪啪 超級麻煩 抱有征服 魔界野望的邪教神官 在各地封啊建造封印等級的城哦 企圖把過去被封印 呃 英雄封印的破壞神利用 利用於自己的野望 好不好 他有成功把它造出來 但是被貓咪們毀掉了好不好 然後他說 之後再相見 所以之後一定會有就是關於那個 貓咪的這個的後面的一些後續的東西 也是頗有趣的哦 好在下面一位 哎呦來了哎真的哎 大神官 瑪魔惡魔有沒有 他變大隻了哎 他原本是小的 然後現在變大隻了然後 好像就是那個法杖 跟那個手上拿的球是不一樣的哦 不顧自身的毀滅 要執行破壞神復活儀式的這個大神官 在未知的世界里 是否可以尋找的自己希望的世界呢 或者是啊 被貓咪們毀滅好不好 就是這麼簡單哈哈哈 直接被貓咪們毀滅了啦 好GG 這是我們的 射大神官瑪魔哦 這隻很噁心 因為他會用毒擊效果 毒擊效果真的是超級無敵麻煩的哦 好在下面一位就是這個了 破壞者邪根德惡魔好不好 曾遭傳說英雄封印 但藉由大神官執行復活儀式 而再度解放於這個世界的邪惡破壞神 人們腦中將再浮出大災難的噩夢哦 哎其實我們當初不是有抽到那個 破壞神的那個救世主嗎對不對 就是傳說中的英雄 會不會就是那個救世主啊 其實救世主在搭配那個哦 搭配我們那個誰啊 搭配我們就是那個 破盾的那個怒法帽 其實真的很好用哎 因為就是緩速 然後再加上我們龍的那個擊退那些 其實就是 非常非常不錯的一隻角色 我自己個人認為就是 嗯 那真的是救世主的概念 真的很不錯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的破壞神邪根德 那我們上次打完之後 我們今天打完之後 是有取的那個邪根德那個 邪神的那個就是Jr 好不好 就是破壞神的那個小孩哦 他從走口中吐出來的 所以後來他應該會跟那個貓咪們 一起去努力 幹一些事情這樣子哦 沒問題 這是我們的破壞神邪根德 然後後面的話好像就哎呦有這個 惡魔接待員 這個我記得好像是在那個 小關卡裡面出現的哦 會暫時提供給有戀愛 煩惱人們建議的惡的戀愛接待員 在街上尋找情侶並且介入角局 在成功迫使他們克服困難 好像這個惡魔好像沒那麼壞哎 這好像蠻好勒 是一個好惡魔有沒有 哈哈哈 惡魔接待員是個不錯的角色 那後面基本上還有一些問號啦 這些的話應該就是在我們那個 魔女圖書館 或是我們接下來要挑戰的就是那個 呃魔界篇的那個 好不好就是這個 真傳奇關卡大戰爛開始 跟魔神遇大港 裡面應該會遇到了 到時候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應該也快要跟大家見面了好不好 那真的今天為了慶祝我們打贏 所以就再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惡魔組的這些角色 那大家裡面惡魔組裡面 最喜歡的是哪一些角色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這期評論再見囉 大家拜拜 啦 好